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一个是关于在地上我们决定的事情跟如何在天上会怎么样 还有第三个小阶段 耶稣说如果两个三个人在这个地球在一起 那有求什么东西 用我的名字 那我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 我们先看第一个小故事 假如人得罪你 你是不是要宽恕他 这个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一个人得罪我们 我觉得最重要在这里是这个20 我们看在教会内也是这样子 我们有一个声势叫和好声势 传统来叫他是半告捷 而以前的人可能会常常去半告捷 现在比较少 而且其实这个声势是很大的帮助 特别在心理方面的 不是因为我们需要长一大堆东西 而就是说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生命比较软弱的地方 就给团体的代表 那个说是神父是代表团体 记得神父有非常严格的责任 绝对不可以录出来任何在高捷所听到的事情 这个是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 我们当神父的 所以那个高捷是一个和好声势 是一个办法聆听一个人 帮助他 给他天主的鼓励 给他天主的仁慈 最近教终放了一些新的书籍主教 其中一个是一个不是主教 其实就是一个神父 所以他变成书籍神父 那个神父是方济会的一个神父 现在年龄已经大了 那么他就是一辈子就是挺高解 而且就是在那边等很久 就人会来一直都来跟他讲 那他自己说他宽恕很多罪 那他有的时候觉得是不是他宽恕太多了 他就会觉得我就要跟耶稣说呢 你我去宽恕他 但是实际上不是我宽恕 是你自己耶稣在十字架上要宽恕 所以我就是做你所要的事情 那教终觉得这个神父是来自拉底梅旧 所以教终也认识他 他觉得那个神父所做的是对的 就是神父的代表团体 是要给天主的宽恕给别人 是说过去让在过去 不要一直带别人对你不好的事情 他怎么得罪你 不要一直放在心当中 别人的垃圾 你不要放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别人的垃圾让他自己带吧 或是让天主处理 所以我们不要怕驱赶神父 把那些和好生事 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的辅导 一种心理的帮助 那其他的耶稣是说 就是你在地上 说是这样子的 在天上也会一样 我们相信这个思维和好生事 就是这样子 神父在这个地球 舍你的罪就是在天上 舍你的罪一样 没有差别 是一样的 然后耶稣说 两三个人在一起 以我的名字在一起 我就在他们当中 这就是教会的团体 我们就是在一起 主耶稣在我们中间 我们就可以觉得 我们用他的名字 他不会离开我们 但是注意一下 是一个团体心的 当然我们有个别的 祈祷的时间 但是我们所有的祈祷 包括最重要的 天主经 是我们的天父 一定甚至你一个人祈祷 是有一个教会的幅度 你属于整个教会 你不是单独一个人 有别人跟你一起 是全部的 引主耶稣得救的人 跟你一起向天父祈祷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